第一次應該是會破紀錄的 短牌的話 我還沒有確定是否會參加這場短牌的比賽 但是目前我可能會參加一些比較小眾的梭哈的比賽 因為我最近幾個月有苦練梭哈 七張梭哈嗎 對 七張梭哈 高牌梭哈 低牌梭哈 高地梭哈 還有五項混合賽 要贏那種WSOV POI 就是會玩各種遊戲小遊戲 對 就是撲克世界裡面遊戲太多了 對 而且這些東西都是 怎麼說呢 是出了一旁通的 在長牌打多了之後 難免想要去遇到瓶頸的時候 你要去學一些其他的東西 來輔助嗎 對對 來輔助你長牌的提高 這個不錯 我覺得我可以跟你請教一下 像那種其他遊戲我都不太會玩 這很好玩的 就是我也是學了才幾個月而已 但是就是還蠻有意思的 對 因為其實我也蠻想要學 我覺得就是像那種WSOV POI的時候 或是在其他有機會可以去打 打像澳洲比賽可以啦 我覺得蠻不錯的 我覺得應該要學一下 對 因為打長牌打久了 會影響你對撲克的熱情 對 所以時不時的去挑戰一下新的領域 去重新激發你對撲克的熱愛 我覺得撲克是全方位的 你各種遊戲的進步 等於是你對於這個遊戲的了解 我覺得就是你的整體都是會進步的 那像這個Triton真的是把這個短牌的這個比賽算是帶到一個極致啊 算是全球指標性的一個超級豪客 對 因為目前線下來說 沒有 基本上線下沒有人在辦 那Triton首先是他們第一個來辦 那接下來就是 當然辦得很好不用講 那就接著現在陸陸續續開始有些地方在 在舉辦短牌的比賽 包括我們台灣 J88也有在舉辦短牌的比賽 然後大家陸陸續續要接觸這樣 可是我覺得 目前Triton 大家還是都是看著Triton的賽制來做 對對對 來跟著他們走這樣 對 以後 也不是以後啦 現在就已經是這個短牌賽事裡面的標竿 對 我們在這裡也可以自己體驗到 各方面的目前幕後的一些專業程度 對阿 可以看到這裡他是 就是 114萬的短籌碼 直接用 19S這手牌打了Olin 90S真的算是個蠻強的牌 對 跟AK55開 對 一旦對手是摳上來 用一個0-8%的RANGE摳上來 你這手牌是絕對不會落後太多的 上次我們第一次在轉播短牌的時候 就是覺得90真的是太強了 要嘛中下面順 要嘛中上面順 上面沒中順的話 下面沒中順就中兩隊 你會不會落後太多的 那些大統順呢 有幾個參賽者 你會在第三個參賽者 對 對 我希望會在這裡 我們會玩了 我會玩了 所有的比賽 我會玩了 在這個比賽 我會玩了 我們會玩了 現在 你喜歡玩 在亞洲 你喜歡玩 你對 你平常的高 你現在的高 各位庇好的中文 冠点都市场本来 think that and we take in the in the the biggest mines looks a huge fields for this for this type of winds some of the looks tracks all the Western pros here of course are from the Ponzi of about winning the money but how much the titles mean to you going for that third one i mean that must be a real you must be really after that one um I could tell you that I'm going i would I would be happy to win this one 比其他人可能比其他人可能 但在整個比例 不是很重要 你會玩多數的套餐 你會玩多數的套餐 你會贏多數的套餐 你會贏多數的套餐 當然,有一個套餐的套餐 你會有多數的套餐 你會有多數的套餐 我會有多數的套餐 我會有多數的套餐 我們會看 最後,在桌面 誰會有多數的套餐 如果你有多數的套餐 你會贏多數的套餐 誰會贏多數的套餐 那是困難的 我會選擇一個優勢 所以現在是一個套餐 應該是一個優勢 應該是一個優勢 好的,Mikita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謝謝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我們也是主持人 對我們的MikitaFish2013 進行了一個簡短的採訪 在採訪中他說 他說他會進行接下去 所有賽事的買入 就是說 之後的 傳奇系列的這場 激州島的比賽 他全部都會打 他打牌就是 只是Hive Fun 所以剛剛那個Bad Beat 對他來說 也是沒有任何人的影響 談到關於傳奇博客的賽事 他說這是最大買入 也是最高獎池的短牌比賽 他說他是相對於其他的title 他更希望贏得這場比賽的冠軍 魏文吉他會不會去在比賽的間隙 打一些cash game 他說如果有機會的話 他會打 然後目前他最看好的 是場上的chip leader 就是剛剛用六炸彈把他奔掉的Tom Devon 我們回到牌局 在前置位的玩家 繼續用小球派策略 進行跟注 遭受到了擠壓 然後輕易的for牌 目前我們的chip leader 在擁有大籌碼之後 可以更多的做一些翻前的擠壓 去剝削對手的權益 對啊 而且在短牌裡面的那個 這個勝負的差距比真的是很接近 就是 基本上你有一張S的 一張S的話 基本上就是有40%的勝率 對對對 所以短牌 反而他要想的是 對抗的對手的範圍是什麼樣 因為你對抗一個不同的範圍 你的贏率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你的A high牌 你對抗一個對手的手隊啊 或者什麼東西 你的一張A就非常重要 對 都說了 長牌都是一根針的遊戲 但是當對手 如果他的all-in範圍裡面 或者他的race範圍裡面 他的AX牌 強AX牌更多的話 那麼你的小AX牌 反而會容易被主導 對 哇 看來我們的 真的是天選 看來我們的Mikita 看來是要踩對的 對 他這裡還要假裝看一看後誰會玩家的籌碼 我覺得還是會選擇 這裡一定是 直接O-in嗎 我覺得是O-in好一點 因為畢竟是短牌 對啊 不想而讓人家有賠率跟進來 因為短牌的話 你對抗一個玩家還OK 但是你對抗兩個玩家 如果你用PocketAX在一個多人底持遊戲 反而未必是 那麼OK啦 是啊 對 你的贏面不顯得長牌那麼大 果然他選擇all-in 還是要選擇隔離一下 對 整個這樣 如果在長牌裡面 你可能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可能會選擇 可能會選擇慢打 用根的 讓希望後面有一些 比較弱的牌可以推出來 像如果是現下比賽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還要在這邊抓耳腦三圓 演半天 可能要被人家扣炭 然後再 啊好扣扣扣扣扣 這是一些線下的小的細節 這手牌那是沒有辦法了 兩手TopRange的酷了對撞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提倡在 比賽 比賽的前期積累 大量的籌碼 因為在這種時候 你撞到酷了的時候 你的籌碼就會為你帶來 很多的機會 是啊 因為就是 其實 這種籌碼很多啊 Trip Leader 其實我覺得就只是 比別人 多幾條命 對 轉牌的一張方片石 為他帶來的四張GoldDots 啊 並沒有發出來 那麼我們的 Chanwar Long是拿到了 這場比賽的第六名 被淘汰出局 他的獎金是拿到了 207萬5千的港幣 這場比賽第八名是得到了 130萬 第七名 我們的Migita是得到了 160萬港幣 然後第六名是 剛剛我們的 剛剛被淘汰的玩家 拿到了200多萬的港幣 可以看到我們的Chip Leader 已經 連續的 淘汰對手 積累了非常深的籌碼 就像剛剛那一把牌 差點就掛掉了 他現在復活變全場最多 對對對 就是一手牌的事情 這種心境的轉換 真的是 對對 真的是一手牌的事情 可以感受到 他看到對手是 賽者圈的時候 他手持賽者六的那種 他已經 他已經站起來 對 他已經站起來了 他都想站起來 可以去打下一場比賽 結果 哎 合牌一張什麼東西 就一張牌 重燃希望 這張牌給他帶來的價值 是幾百萬港幣 至少 那這Roman這邊是選擇 要Limper Race嗎 他的S Queen 他應該還是會做一個Limp Call Limp Call 對 因為這些歐美玩家 特別是這五位 這些歐美玩家在前置位的打法都偏向於謹慎 他們不太希望在前置位用一些邊緣強牌 就是在介於4%到8%的那些強牌 去遊戲一個非常大的敵持 因為打多了這個短牌也會知道 在短牌中 牌力壓制不顯得重要 反而尤為重要的是打對手的氣牌率 嗯 可是如果對到短馬應該可能還是會打完 對對對 對對對 對上短馬是一定會打完的 其實A圈是可以打完 但是前提是你必須自己先放進去 你先推出去可以得到對手的氣牌率 來增加你的獲得底持的贏率 可以看到 我們的哈利波特現在是拿到了兩頭賣勝 那我覺得這邊是一個可以下注的機會 畢竟對手已經check了兩次了 對 然後有個雙頭勝的停牌 又有位置的狀況之下 對 我覺得這邊蠻適合下注 對 如果假設去想一下對手的一些limp range 這邊我覺得可以試著把對手一些 exjack aq zq kink 一些broway 讓他們都直接打蓋 這樣他Q8又沒有showdown value 我覺得這邊bet應該是會比較好的 對 這裡他是勢必會做一個bet的 因為 在這手高權益的牌 在手的情況下 你有位置 你有沒有showdown value 是一定要打的 打了一個十二萬五千 而且在短牌裡面 應該 大家也不會這種變態用high card去抓你 好 成功的把A圈打蓋 這就是位置的強大 位置的優勢 對 而且再加上他手上有些可以買順的block 對 對 所以打短牌的時候是我更希望在後置位 跟任何對手遊戲一個大的底池 對 對 對 可以看到我們的chip leader在積累了很深的籌碼之後選的打法比較謹慎 護手成強 那 那 G10這時候應該是要all in 他只有不到一百萬的籌碼 現在是四萬的前柱 果然 他是選擇all in 不到25個前柱 看來是應該順利手下 這邊不太有對手有牌力可以抵抗 嗯 A9的話難說 在後手有四百六十萬的情況下 那在二十個前柱左右的這種概念 你覺得像在長牌裡面大概是多少的忙足的all in 長牌裡面嗎 對啊 因為像如果你在長牌裡面有二十幾個b-b-b-1 假設我們現在是看anty 假設我們把它看成b-b-1 差不多是八個b-b 八個b-b左右的感覺 對 而且call的範圍 你要我說的話 如果我的後手籌碼在一百個b-b-以上 我會任意兩張牌call 任意兩張牌 任意兩張牌 OK 在錦標賽裡任意兩張牌 因為我哪怕就是對手 哪怕打對手是一個前百分之十的range 因為二十個ante你不能把它鎖定到百分之八 因為它一定是比百分之八快的 一定會推更多 對對 你哪怕是面對一個百分之十的range 你也可以拿到至少三十以上的銀率 綜合銀率 任意兩張牌 那當然是有出牌就更好 那這裡你看它是 對 在後手只有兩百多萬的情況下 拿了K10 K10 砸色就直接把它call掉了 當不厲害 所以如果他不call的話 莊衛的A9應該是秒call的 那個雙頭順 對可以看到90這個牌是真的很強 即使對手壓制了他的踢腳 即使對手 即中了頂隊 即使tun傷沒有發出來 依然是有百分之三十的權益 對 四張六和四張勾的奧子 來看看合牌會不會補出來 一張六 又是一張六 今天合牌的一張六是連續的創造了奇蹟 又是90 90又贏了 90真的太厲害了 這真的是太厲害了 就是長期玩短牌的就會知道 90和10勾這樣子的牌 真的是有點太強了 真的是有點太強了 在這兩天的比賽中 我們已經無數次看到90之後牌 為玩家帶來超高的盈利 所以Leon 我們贏了你六位 你很開心 在看後面的表演嗎 是的 但是我整個比賽都很短 所以我沒有太多 我只能做得太多 你覺得你的比賽的比賽 你覺得你的比賽的比賽 好嗎 我認為我還不錯 我認為我還不錯 我還不錯 所以我還不錯 我只能做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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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於他的今天表現是 比較滿意 也無可奈何 最後一手是AK 一個標準的Race All In 撞到了對手的Nuts AA 那這是有沒有辦法的 這是什麼的 對 然後他也談到他可能會在 晚餐後或者明天 加入下一場 500K港幣買入的比賽 可以看到 Alson也選擇直接O Win 對在 跑輸了一次 對抗之後 我認為是2.29 在手裡沒有牌的情況下 調戲了一下我們的哈利波特 他剛剛選擇的將近差不多是230萬 所以將近是30個抵住 60個NT左右的O Win 對 60個NT Jetton直接把他的66在UTG直接蓋掉 他今天在看到盒牌這麼多6的情況下 好像66這盒牌是可以玩的 哈哈 對 似乎很幸運 今天的6都很幸運 那我們的哈森會在O Win一次嗎 其實又拿到了一手相同的牌 但是在不同的位置 對 稍微往前 往前了一下 往前了一點 變成是這邊O Win的風險就變高 對 因為後面人數變多了 對 而且他是剛剛做了兩次進行動作 所以他這裡還是選擇了Call 還好他沒有做All In 因為在後面可以看到 有一手壓制他的牌 可以起雜色 這裡我們的Ton Devins選擇放棄 對 那這裡很有可能會遭遇到一個Cone的Squeeze All In 果然 All In 2 million 305 那潤局這抓的蠻好 該閃掉有閃掉 該推的有推出來 對 那這裡他面對一個專位的Squeeze的話 這裡就很難去跟住 因為他的A10這手牌是很難去領先對手的範圍 並且他已經失去了打對手棋牌的空間 對 那所以這一次他是蓋掉了 也是非常的銘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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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段 Romanish拿到了一對圈 還是選擇Limp嗎 對 在嘉義位置也要混合一定的強牌去做Balance 目前我看他的強牌好像都一直在Limp 在前置位的手牌都會在前置位0 那這裡他是沒有蹲到任何一個人 因為明顯在後置位的幾名玩家手裡都沒有拿到足以做Squeeze的一些牌力 好 在沒有位置的狀況之下依然謹慎的去控制底次玩他的QQ 在前置位玩小底次盡量的不輸Dartpot 對 這蠻重要的 對 因為畢竟在盲住的位置長期下來是一定輸錢 對 所以如何讓盲住位輸得少 是一個讓你整個撲克遊戲多贏的一個方式 對 因為你這邊一定會輸的嘛 對 基本上全世界沒有人在盲住長期下來的贏錢 對 所以你讓這邊輸的地方減少 所以你的整體的獲利就會提高 在長牌裡面是前置位的盲住位 在短牌裡面是UTG 也是很難盈利的一個位置 我們都知道在短牌裡面 位置顯得更加重要 然後在前面就是前置位的防守 和後置位的進攻 就彷彿打籃球一樣 你不但要會防守還要會進攻 兩者都是非常的重要 那看到這個面的話 全全應該還是會選擇check call 對 因為這邊下注沒什麼意思 對手沒東西跟了 一跟或是被bruff其實都蠻難打 對的 這邊應該也是個check call 對 然後check check 順利的拿下底子 對 對 圈圈的策略非常好 A9也是有一定的show down value 直接是 選擇check call牌 沒有給圈圈 更多的value 好 我們場上剩下最後的五名玩家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第一本的籌碼已經跟3一樣 對 他現在應該有接近一千萬的 一千萬的籌碼 對 但還不是很 喔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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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檢查自己的手牌 就如果我是他的對手 我會忍不住要先台在搞什麼 讓不讓人玩了 繼續選擇leap 對 逮一下後面有沒有看沒有 那這樣子的話 裝衛的哈利波特可能要 有可能會出來送頭 對 可能要做squeeze 對 因為他這個all in 可以搶下將近三十萬的籌碼 將近他的十分之一 那 Diven又是一個chip leader 所以他會link更多的range 對 我覺得這邊是他一個all in的機會 我覺得 這裡如果是我的話 我已經all in了 對 對 對 RO GG GG 可是你看這A6跟A10是將近什麼 是82開嗎 打A10打A6應該是73開 有到73那麼多 對 有到73 因為AA最高也只能贏73了 我以為是25之類的 沒有82開 沒有82開 是接近25 25多一點 但是沒有到像長牌裡面82開這樣子 因為長牌裡面 長牌AA對A10基本上就是95對5.82 對 看來A10很有可能在turn就要做in day 目前還很沒有希望 只有三張狗 只有三張狗 因為美花狗是沒有用 美花狗也是對手的花的出牌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香港玩家是直接 好了 花了一張花 直接把Hexem也淘汰出局 他今天的排路是真的非常的可怕 是啊 太厲害了 好 我們的Hexem是拿到了266萬港幣的獎金 是得到第五名 他已經賺到了 他可以把Hexem也淘汰了 他可以把Hexem也淘汰了 可以把Hexem也淘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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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修正一下 這個AA對A式的概率 應該是28開 應該是壓腳 壓至了 壓至了 壓到兩張 SS對AS10 最後四名玩家 但如果是SS對D隊子的話 對 是有將近73開 就是72對28這樣子的概率 在長派裡面就是拔了開 對 OK 那我們的第一本 現在有一千一百七十四萬的籌碼 另外三個人加起來都沒有他多了 一千一百七十四萬 非常的多 其他三名玩家加起來才九百萬左右 對 他應該穩健的打至少應該能打到HU 但如果按照這個勢頭下去 繼續淘汰對手的話 應該很難 他已經連籌碼都沒有時間裡了 今天他的排路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其實在比賽裡面 拿到AS10四件非常非常開心的事情 可是 大部分 並不是有這麼多人 有牌跟你打完 對 可是你看你要拿AS10 你又要真的有人跟你打完 就是一件 對 超開心的事 對 而且是蹲到的 我可以看到很多次 在前置位的Limp強牌都沒有蹲到 好 籌碼還沒收完 都過了兩把 對 好 好 這裡拿到了K 覺得還有Limp嗎 還是 好 還是一個Limp 在四人桌 Limp去抓對手 那J10有沒有O in的機會呢 A9同花 這裡可以 這裡可以選擇O0 算是個蠻強的牌 尤其在四人桌 四十多個忙住 稍微顯得有點多 他可能還是選擇跟住 蠻謹慎的 這位玩家就是我們整場比賽最緊的玩家 看了他兩天的比賽 他的風格就是在翻前非常的緊 非常的謹慎 那我們的Roman是我們現在桌上的2nd Trip Leader 我覺得他應該也會打得比較小心 因為畢竟 他還是 希望其他人可以先提早出局 他可以讓他名次往前升 這裡他A8做了一個 四十二萬五千的擠壓 擠壓 這裡K圈希望他不要動歪腦筋 因為可以看到我們的UTG位置還有一手KK 他選擇 FALL牌 那這裡KK應該是一個ALL IN 沒有什麼別的說的 終於埋伏到了 對 那這樣子的話Jetton是可以輕易地丟掉他的A9桶花 現在問題丟給Roman看看他有沒有把自己打套池 沒有 226萬檢去42萬五千 180 那的確 還是可以棄牌 IKE 一個最後的擠壓 一個不錯的賠償 你已經在秋末出現了很大的結果 你應該覺得你的遊戲很棒 對 我最近都很幸運 你現在要直接進去500K嗎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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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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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eo'n i think there's a couple of times in my career before this i've kind of missed the boat i was a little slow going from limit hold them to no limit hold them 15 years ago i was definitely slow to pick up plo when other people were starting to play it in mixed games i've done well in each of these different formats when i've transitioned to it and each time i felt like i've done about two years three years 比起我高中的可能性 我可能会一年一年多多久 所以我感觉很好的 我们知道你很高中的手续 但是在小的手续 你觉得你还有一些细线 我还是还是在细线的地方 一直在在某种情况下 很细线的情况下 一直在细线的情况下 而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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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细线的游戏 但是在细线的情况下 它是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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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不太相似 太棒了,谢谢你和Syke 和500K的幸运 谢谢 等下一次 谢谢 可以看到我们的哈利波特 也即将去即刻买入我们的 六人桌的长牌比赛 那场比赛也是500K港币买入 贝文吉他的普克生涯 他说之前 他也是从No Limit,Port Limit,奥马哈什么的 Mixcam打起来 现在短牌是一个新游戏 他还打了 这是他打的第一年应该 可以看到我们的哈利波特语速是特别快 是一个非常热情外向的人可以看出来 那Roman 继续在Limit 目前我还没看到Roman有任何的加注在pre-flop 除了刚刚那把A8 off 可是他UTG的话就是一直在Limit 不管是大的牌或是小 就像阿彤说的 基本上Limit 45% 对 前45%的范围都是OK的 有你每局下一个忙住 当你的后手在50到100个anti的情况下 你Limit 45%的范围都是为了保护你的 这一个每局一人忙住的损失 就像在长牌里面的大忙的绝对防守频率 在短牌里面是 就是在数学上是接近45%都是OK的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玩家 在前置位会经常的Limit很多 稍微可以玩的 对 很多结构牌 非常多的结构牌 一个很广的范围 那如果筹码比较少 是不是还是会选择直接欧瑜 看策略 看策略 如果穿牌比较少的话 在任何位置都可以选择固定的一些范围 就比如说我就熬嘛 我就熬到 就top 8就行了 我就熬到前8% 或者我觉得在后置位 我可以更松的挤压的话 那我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更宽的范围的 Squiz All-in 那不是Squiz 那就是Steel 就比如说我在COO 之前支位全部Fore牌到我 那我这里可能看到任何一张A 我都不用看第二张牌 我就可以直接全下我的20个NT 这一定是正EV的 这边Romain是在偷下这个底次 那Jetson Queen这边也是一个 必须要抵抗的牌 对 这里他输的非常少 可是他可能我们刚刚有看过Romain Limp Pocket Queens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在游戏里面我们都打了这么久的牌 哪有这么多的超队 哪有这么多的大盘 就是打扑克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要偷我可以 可是我不管你怎么偷 我不会弃掉我的Tubber Range 对对对 所以每个玩家必须去构建自己的进攻的 牌力范围 也要构建自己的防守的牌力范围 像这种Go8 是一定要防守的 甚至这里还会防守一定的守队 甚至这里还会防守一定的守队 88991010 好我们的Devon终于在这击手牌后 把筹码颜色分好了 分好了 好 好 他拿到了一手非常可玩的牌子 应该是选择 应该是选择Limp 对 这里应该是做一个高频率的Limp 他选择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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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开始改变策略 因为他的后手筹码已经非常的多 那他可以进行大肆的剥削挤压 看一下专闻玩家 是一手被狗士主导的牌 他选择跟住 两位玩家的后手都非常深 对 我们的Trip Reader 跟Second Trip Reader 对 两位玩家都分别拿到了两队 又是一次酷了对手 对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没有奇迹发生的话 或者Limp 不是过分激进的游戏的话 那么这手牌他应该会输掉不少 选择过牌过牌 哎呦 选择去控制这个地址 对 看来他对于Trip Reader的球马压力 还是非常的 嗯 还是打算小心一点 对对 非常的谨慎 他非常的防备在这点 那这里 我觉得应该要下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驻马 我觉得可能打个一半 25万还是 对啊27万差不多 他打了25万 哦 35万 35万 对 很凶 那这里18是 应该要跟住一条街的 对啊 可是其实这边 会有尴尬 是一张K是一张蛮不好的牌开出 那 呃 对手有一些顺子的 顺子和高两队 对 顺子一些set 对啊 所以 这边敌两队很有可能在 Rever被跌掉或是 会是 其实他就蛮 其实这张K对来说蛮不好的 对但是没有办法 对啊 对啊 中了两队 那两位玩家都各自被淹掉 那 但还好 那这边Romain 会不会转成来Buff呢 因为他这边其实已经 呃 他其实这边80两队 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Shot Down Value 对 而且 他这边如果要赢下底次的话 我有时候 不管是在长牌或短牌 像这种 两队被淹掉的状况之下 我 会有一定的频率转Buff 因为毕竟你Blocker掉了一些 符号子的combo 对 那我觉得这种牌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是一个蛮适合Buff的机会 对 选择过牌过牌 那这里又顺利的拿下一个120万的底次 我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Chip Leader 牌路非常好 而且的确你之前说的情况有发生 嗯 之前有一手 呃 空就是在 呃面对前置位check过去 他手里是K10两队 嗯 board上是 AK177 顺序不是这样子 但是是AK177这五张牌 他K10两队 他K10两队 然后对手是 呃 勾圈的 顺 然后对手用一个 纳斯顿在合牌下注 下注 下注 对 check race all in 然后对手负掉了 因为的确这里你的case是 但是隔离了 阻挡了对手非常多的葫芦组合 嗯 像之前有跟朋友在聊 他们觉得短 他们说 我也不确定这观念是不是对 大家在闲聊一些牌 然后他是觉得说 在这种短牌里面 呃 一些适合布拉夫的一些Blocker 是一些葫芦的Blocker 而不是你拿花的Blocker 来Blocker 因为花其实在长牌里面 其实你常常用到 你可能有S的Blocker 可以来Blocker 对 可是在短牌里面 因为花的组合 本来就比葫芦还难了 对 所以其实很 花的 不会值得 那个Blocker 不是占的比例这么重 反而你是拿一些 像刚刚那种被跌掉的两队拿布拉夫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对 还有一种 呃 这个理论还有一种 就是现实的支持 是因为你花 即使你Blocker了一张 比如说红桃A 或者是在 在比如说红桃买花的面 红桃花的面上 你Blocker一张红桃A 但对手 大有概率是那种 比如说红桃圈K 红桃K勾这种 不太会盖给你 不可能盖花的 对 不太会盖给你 没有人在散Flush overflush 对 短排当然不会 即使长排里面也很难干 对 那在长排里面 如果你是 有葫芦的阻挡牌的话 那对手大概率是没有葫芦的 而且你在长排里面 你拿A10的Blocker 会Blocker掉非常非常多的组合 因为可能在长排面 A2 A3 A4 A5 这些A6都会晚 因为你是在短排面没有A2 A3 A4 A5 所以其实你有一张A10的Blocker 在长排面算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 因为对手的同花组合数 会瞬间将近少了快一半 对 那在短排里面的话 花的组长排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对手有花是绝对不会盖给你的 就像长排里面葫芦 你不可能盖给4条 不可能盖给炸弹吗 有一定盖率盖 但是说顶葫芦是不会盖的 对 对 几率非常低 非常低 Rumaine这边会跟吗 还是选择盖掉 因为后面可能还有一些玩家 那我们Chimp Leader 拿到一个80同花 我相信如果90他可能就跟了 90是秒跟的 90面对这个170万一定是秒跟 甚至是哪怕后手 后面玩家的300万推出来 他也是 再继续秒跟 一点都不会慌 可是现在对他来说就没有必要 他多赢这173万筹 对他来说没什么差 对 输掉不是件好事 对 JC Quinn也选择要改掉 对 因为这手牌的确是 翻后还可以 但是在翻前去 就像不太好 对 因为对手的筹码量也不是说很少 对 你要想他这里一旦扣输了这个的话 那你300万变成了小100多万 那对手就变成300多万 对 而且就像我刚刚有讲到 就是你第一个call in range 还是选择比较大的牌 AKA QA J 所以你可能 如果是两家call in的话 他的QSIF 搞不好就会有 比较兴趣想要跟注 对 这又是一首游戏性非常好的牌 那我们忙住也是来到了 五万十万 五万十万 会直接all in呢 我觉得这个是有机会的 剩下这两个人 那没有必要 他的大筹码可以去更细腻的做一些操作 可是反正在怕加注或是干嘛被推过来又跟不动 对 他选择加注吗 三十五万 这是一首可以加注的牌 那这里K GO的话 也是可以跟注 假设没有这个K GO 你的88会all in他吗 应该不会吧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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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不太好 这也是一个边缘的 这里 直接K GO all in 就是我刚刚说的状况 被推回来很烦 对 那其实因为刚好涨忙 大家他们就只有三十个 对 我在想说 如果我是他 我也想说 因为每个人还是会care 现在那个Pay jump 对 我觉得这边可以直接急下all in的话 用筹码优势 让他们不能跟 他们其实 必须会盖掉非常多牌 我相信K GO 这边可能会跟不动 但其实我在这个球马有时候 我的策略更倾向于 进去打翻后 可是他们不让你打 怎么办 就像这样子 不给你打 那就不会啊 就是如果我经常 Limp Limp 他们不让我打 那就一定会被我蹲到 那当然我说 Limp是OK 可是因为他这边 选择加注 我觉得这边 我觉得反而 像你讲的 我觉得Limp蛮不错 可是 因为Limp也没有花很多的筹码 突然被推啊 然后盖掉没关系 反正迟早被我蹲到 因为Limp的话 你不会犯错 你不会犯错 就意味着你的筹码优势 很难被对手 就是在同样的排路情况下 你很难被对手 重新追上 我在这个位置 我会倾向于做 更多的Limp 甚至是百分之一百的Limp 就去跟对手 疯狂的去游戏翻后 对啊 我觉得Limp好像稍微好一些 对 我会疯狂的 我会进行百分之一百范围的Limp 然后去跟对手 疯狂的进行翻后 对啊 反正我本钱多 我慢慢蹲 你只要一次被我蹲到 你就GG了 对 然后再翻后 去跟对手 做一些 对 做一些缠斗 因为你知道 充满的优势 在翻后 可能更加 选择 压迫力十足 对 我突然发现到 Jason Quinn的这件外套 是Triton的外套 对 这里是 好帅 有好多人 就穿这件外套 那边就有拿 那等一下可以去买一件 应该是免费的 那多拿几件 这手牌是支持Olin 果然 他是Olin了 那88是应该会盖给他 可以看到在比赛进行到短桌的时候 大家的范围会略微的宽松 并且该激进的时候还是要激进 对 Jayton现在是毫无压力 因为场上他是最短 最短马 他没有ICM的压力 对啊 所以他可以 很自由地去选择一些激进的操作 目前他反而应该是场上心态最放松的一位玩家 甚至比chip leader都要放松 有观众朋友可能会问 为什么刚刚庄位的88 这样子的牌是不能跟的 这是短牌 长牌里面88是一手很强很强的牌 是非常强的牌 top range 但是在短牌里面88是底端范围 对啊 因为在短牌里面你牌的张数比较少 所以你 两高张是特别容易击中的 对 你两高张击中的几率是高而蛮多的 罗面这边有一个33个底柱 66个前柱 那底次是30万 他应该要做一个加注 加注 A球面对他的加注范围不是特别领先 而且有不同 我应该也就选择盖掉 他选择盖掉 杰森昆选择盖牌 在这里拿到了A6杂射 杰森昆选择盖 在这里拿到了A6杂射 杰森昆选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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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专尾拿到一手不错的牌 你反而 打一个方法是更好的选择 因为位置优势实在是 而且他现在其实仇满 也算多 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风险 如果真的又被人家 像我们刚刚讲 我们Chubley的一直在leap 在打后面的人 如果这个表演被逮到一次就糗了 对 我不太会愿意放弃我的番后的位置优势 对吧 他这里如果是像刚刚他在这里选择Race All In的话 那即使对方跟人家打 跟他打光 那对方其实反而就是不会被你的位置剥削 牌力有可能扣上来一定是领先的事实的 应该是正常情况都会领先 那如果像刚刚33个的底柱你觉得推什么牌适合呢 实时也可以推的 但只是我会倾向于选择不推 他们在番后都会打得很精盛 好 应该是三加过牌那就 这个尺不管怎么样都应该是空的 这个尺不管怎么样都应该是空的 好 这样真的是让风险降到最低的作法 对对对 我会在66个ante的情况下 四人桌推A圈 A圈勾勾 但在这样的一张桌子上我是宁愿跟他们游戏番后的 是吗 对 如果是我倒是跟其实不同意见 像这种状况我宁愿不跟他们打番后 因为我觉得我打不赢 不是啊 就是因为他们强 所以你要跟他多打番后 是吗 我反而遇到强的我就不跟他们打番后了 那我是在比赛中是遇到越强的人越喜欢跟他们纠缠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心态比较年轻吧 我的扑克方面的目标还不是锁定在这一两年 我是希望这三年还是处于一个成长期 有机会跟高手多交手要跟他们多打 好 我希望打多了之后得到一个爆发的时候 这里的话A10是一手可能是可以接的牌哦 Jetan180 应该是call了应该是call了对 是可以接的牌 可是也是没有领先到那里 差不多55开了 所以像Jason Quinn就像他这把牌就跟我刚刚看到Devon那把JQ一样 那我会觉得那个Devon那边all in让对手很多牌扣不下来 对 但是对手还是会call下来很多牌了 那一旦call下来就就白白损失了 特别是因为他的后置位是控 可是因为那时候的考虑是因为如果他all in的话 其实另外两家会有ICN的考虑 因为有Pay John 那第一个Jetson Quinn有比下家的Jetan多 但你要想他每次你all in这么多 你冒的风险是他的下手位的后手300万 但你能抢的是只有30万 你抢十次才能撞 但我觉得这个四人桌十次里面 因为你撞一次对手能call的是特别特别高 是吗 我倒是 我是会推比较多 我自己的风格我选择策略会是这个样子 好三张黑桃 两家都没有黑桃 好 那我们的Jetson Quinn到现在还是有32%的剩余 但任何一张石钩圈 石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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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容乐观 乐观 乐观 好 顶住 顶住 那这里我们的短马是从控制上成功的翻倍 这其实对于Chip Leader来说是一个更好的消息 因为他的下手位玩家的筹码更低了之后 他现在倒是可以根据对手下手位的筹码 可以做无限的击押了 但是好像他现在是常商最短马是吗 那又没有了ICM压力 对就是该跟他也这样可能越来越少了 其实最好的是他下手位玩家和他上手位玩家的两个玩家是 都是超短马 都是短马 然后Jetson这个位置是深马 这是他最好游戏的一个格局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Chief Leader Town Devin是已经拿到了233个前驻 1164万的积分牌遥遥领先 排名第二位的加拿大牌手Peter 是79个前驻396万 来自法国的Homeman 是排名第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冠军奖励是970万港币 这是一个非常丰厚的奖金 对啊 这一场的冠军就比我生涯奖金还多了 我会玩 你生涯奖金是超过100万美金吗 100出头一点点 对啊 那还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 多一点点 很快就会更多的 所以今年要同WSOP回去吗 蒙蒂卡鲁一定在 那是你的主场吗 对对 我家就住在那边 对对对 你住在尼斯还是住在蒙蒂卡鲁 在靠近尼斯 在安地 在法国的南法漂亮的海岸线手 对啊 我觉得南法的人都蛮亲切 上次我觉得去过巴黎之后 我觉得巴黎就是比较 被华人比较敌意一点 可是在南法其实就不会遇到种种 南法和北法几乎是两个世界了 对啊 那这里又是扣了 哇 这边 Jetan应该也是会选择reserve吗 然后我们的Rome有办法在这边一次 来扣两家的O-in吗 3.4 他这里圈圈一定是会被一家扣掉的 这如果Jetan的一队勾不扣的话 他的90同色也是完全可以扣的一手牌 对啊 可是他是面对第一个O-in的90 不知道要不要 对 可是就像我刚才讲的 没有关系 90扣两家跟90扣一家状况不太一样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160万的筹码是稳扣 稳扣 稳扣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Fordial的90会不会可能赢了 不过他很关键的勾圈都被 都被对手拿走了两张 可是我们刚才讲的上面不中中下面 下面不中中两队 哈哈哈哈 这90反正你进去一定是有关系的 对啊 我几乎很难打到一手牌 我90进去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这就是手牌强的地方 中了一个三条 可是对手有一个两核顺 百分之二十六 百分之二十六 嘿 what's up man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a while 呃... Peton 好 闪过一张 应该剩下七张了 因为另外一张被拿走 哦 拿到了 那直接是把他带走 对啊 所以在这个短牌里面双头抽顺 真的是蛮好 90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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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顺子啦 红桃90赢了 上面有三张红星吗 对 有三张红星 哈哈哈哈 90赢了 90同色又赢了 果然90要扣两架 all in是对的 呵呵呵 90实在是有点太强了 太强 哇 杰森库的外套好帅 等下赶紧去多拿几件 哈哈哈哈 传奇扑克的外套 我很喜欢他们的logo 对啊 你可以拿几件回去送送你的小粉丝 我没有粉丝啦 哈哈 那你可以送给我啊 我是你的小粉丝 我是你的小迷地 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我们剩下最后的三人桌 对 短牌的三人桌 觉得你算是大难不死啊 从一百万下打到六百万 对 对 那刚刚如果90进去了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可是我觉得90也是有考量 因为两个人OE对他都是好事